Hello 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Lomo 我今天主要是想說這部車的 因為今天出去買 之前是9月份宣布了 有這部違高無停的 45週年特別版 它還有一個碳纖的車殼 其實之前有人介紹 我已經覺得很吸引 我去過違高那裏 我問過它幾時回來 但其實好像幾個禮拜之前 結果還沒回來 等到今天 看到在福利那裏見到 就馬上買了 順便買了這一部 這部我也蠻喜歡的 稍後再說 還有早一兩星期 我就買了這部 這部其實才是我真正的 第一部四孤姐 不如先看這部 這部車是以前小時候 我認什麼頭 叫做四驅狼的 就買了 但其實不知道原來 四驅狼的故事 原來是這些這麼小的車 但這部車在故事 其實也有出現過的 我記得好像 頭改兩集 不過anyway 這個我是很想再買回 因為始終是我小時候第一部玩的車 那 盒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齒輪組是這樣的 而且這種車 是說可以上四十度角 其實對我來說 沒什麼所謂 側側也不要緊 因為它有一個防滾的 胎輪 看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呢 沒什麼好看的 兩個重點 第一 這些軟軟軟軟 即是空心的 我覺得挺過癮的 那我看Facebook 看到別人玩那些 什麼 四驅車 四孤姐的越野車賽 那一定是有一部這樣的東西 那我 究竟我會不會玩呢 那我不知道 那 你知道我的模型都是 不知道十幾二十年之後 我才組的 那這一盒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組的 不過我真的蠻喜歡的 那 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 車殼呢 其實都很多細節 這些這樣的 入風位 還是入行位 還有呢 我最喜歡這個 以前小時候不知道 現在我明白了 這兩塊東西 即是這裡 這兩塊東西 你是用來插這個 Extra的電池 原來是 那我覺得 都蠻有趣的 不錯的 那 希望呢 即是 有生之年 我是會 我會組這隻東西的 那幾錢呢 這隻東西 就88元 那大家 有興趣都沒用了 因為福利那盒 應該最怕的那盒 就是我這盒 就 給我買了 我印象中這盒東西呢 我記得是貼紙來的 是貼紙來的 沒有可能會送水貼給你 那 不過這些 就是 有幾可啊 車架 輪都大大件的 車架都 相當多 相當多東西的 那 那 下次組裝的時候 即是下次有機會的時候 就組裝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盒呢 放在一邊 真是正的 這個 真是不錯的 同年會憶 如果大家 跟我一樣 那 看到就好買了 不過呢 我看到它翻出了幾次 這裏有沒有寫的呢 可能有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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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寫的 這是什麼的 不知道是什麼 咦 真的有 1989年的時候 但是 應該就沒有寫到 翻了幾次 by the way 不要緊 這個已經不重要了 最緊要呢 可以買回 熊練會 耶 這個才是重點 好 接著呢 我們看一下另一部車 這部啦 這部當然是最後才看 這部呢 Racerback 留意了它很久 它好像是我們業餘的 玩家 設計出來的 車子 這個是一個特別版本來 本來那個版本是綠色 還是忘記什麼色呢 但是呢 我其實最想要的 就是這條 這條 我沒有的 沒有的東西就想要的 我的人就是貪心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盒 但是呢 我覺得真的很驚訝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個車殼呢 是這樣透明的 喔 這個車殼很漂亮喔 這個車殼 我其實呢 買雙星這些 這些死菇姐呢 我其實中過很多次服的 例如 插一盒給大家看看 例如這盒 這盒 整件的綠色 都挺特別的 誰知呢 原來裏面送的 只是一個 透明的車殼 就是這些 輕量化的車殼 就是假設它 被它騙了一盒 那我以為是綠色的 這樣 但是呢 今次呢 雖然我是為了 這一個有物理的車殼 但是呢 實際上呢 竟然得到一個 很漂亮的 藍色透明車殼 還有這個 隔出來的 Tamiya 那一字 那一字 都要轉 真的很漂亮喔 這個車架 不是這個車殼 但是這個車架 也很漂亮喔 車架是藍色的 我想應該沒有 什麼彈簽成分 再加上這些行 不過呢 我覺得都幾漂亮喔 不錯喔 這輛車 沒有賣錯喔 那 這個本身就是 這個FMA的車底 那 我覺得 拔走了 拔走了 這輪子 只是用這輪子 這個是不是 小勁的輪子 沒有時間 記得吧 祝大家見到我 砌模型多 有幾個砌車 砌車都有單一條鐵 咦 你絕對不會在車場那裡見到我的 那什麼時候砌呢 你不要問我 那什麼時候會下場玩呢 都不要問我這件事 很尷尬 都會問我 我真的説不到 另外呢 有一件事呢 我覺得不錯的 就是呢 這個 這個叫做 有這些大粒的 那我也是不同的 人呢 就很貪心的 我呢 就很貪心的 這件事呢 就是這樣 你給我補充我補 買下買下 就一大堆了 那所以呢 講回這輪子 這輪子呢 我覺得很棒 各位 只是為了這個 透明藍色 淺藍色 就是跟高達的那些 黑色的那些 真的有一點 是真的漂亮的 真的正 再加上前驅斜 前驅斜呢 真棒 一定贏了 下場 那好啦 這個呢 叫做什麼 Racerback KL Violet 的version 呢 我是強烈挑戰 大家買的 反而呢 今次 特別要講這一盒呢 特別要講的這一盒呢 我覺得 嗯 嗯 有些保留啊 就是看別人介紹的影片 我覺得挺漂亮的 但是呢 真的來到手的時候呢 它這些炭纖紋呢 就好像一般的 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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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試試刮過 刮過了 刮了呢 它大致上都會有一個 很滑漏的透明反光 那 即是怎樣呢 我有一些貼紙的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車殼拍到這麼漂亮 但實際上呢 可能還要做很多事情的 會不會是普通貼紙呢 啊 我現在找來看看 因為我都想知道 出來啦 真的開箱了 真的不知道貼紙在哪裏 好啊 這塊呢 這塊呢 是膠貼的而已 嗯 明顯啦 頂住先啦 我想膠貼呢 就好過剛剛 譬如好像 那輛大四驅車那個 那輛紙的貼紙 膠貼呢 就應該是內容少少 好啊 我先去看看這個 我看這個 這個特別呢 都是普通貼紙的 這張 這張也是膠貼來的 膠貼還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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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害怕呢 你玩得久的時候 那張貼紙呢 會比較貼 普通貼紙呢 是差一點 膠貼的切合度 會比較好一點 那都可以啦 膠貼 然後會 整個 OK 好啦 那 車殼就說了 車殼當然是 這次 四孤姐的重點 那車底又怎樣呢 車底我覺得好像 好像 很特別 有什麼 有什麼 對這些應該 就 有沒有寫呢 沒有寫 普通ABS 好 另外一件最特別的東西呢 其實呢 就是 這個貼紙呢 其實呢 就是 是不是給你放在那個 TILING 那 給你這樣 接在那個TILING 然後呢 你就放在 這個 透明的車輪 那 它的透明度又是 不算很高 如果你要去到 那麼透明 好像它影廠那麼透明 你會做到 就是 可能 擦一支油啊 之類的東西 但是沒有可能擦油的嘛 其實如果我們下場跑 是一定會擦油的 但是如果你要拍到 出到這個 這麼漂亮的效果呢 是一定要擦油 或者有些 光油 我覺得不行的 其實擦一支油 已經很漂亮了 就會出來了 但是沒有理由 除非 這部車是 拿來 不常用的 那你就可以做到 一個這麼漂亮的效果 看看圖 應該是貼紙的 貼紙上 有沒有再加 這個光油 這個呢 就值得上課 真的要考慮 那麼 對了 那這部車的車架呢 就是MS 我想很多人都有 那至於 有沒有什麼特別配件呢 是沒有的 其實最主要的 這部車是買這個車殼 它是買這條輪胎的 沒有的了 那所以呢 說回來 這部車是多少錢呢 這部車要一百三十塊 但是對比剛剛這部 Wilder 這部七十八塊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它除了車架 現在呢 還有一個 這個 用來刷車來的 死啦 我真的好久沒說 死條車 這部車比較好 有漂亮 有頭髮 真是正 不是開玩笑 那好了 今晚呢 今次 那呢 我就分享到這裡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我都很興奮 它衝了這盒東西回來 但是呢 就 一般的 不過算了 那就是 我還是支持偉高 支持這個福利 不是我不想去武倉 不過武倉呢 剛好 它開那天 我又沒有空 就是武倉一賣 那天又沒有空 然後呢 第二天就打風 那第三天 就不要走那麼遠了 我們去福利算數了 那所以呢 這次呢 就支持了兩間公司了 福利和偉高 這東西呢 對於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 是應該要儲的 那大家買不買到呢 就看看大家 好不好 說 都說明是限量版 那所以就 二零一零 二零一 現在好像 是不是 45周年 其實是說上年呢 我不知道 希望呢 偉高看到這條片 那就留言 回答一下我 如果其他有些師兄 都知道究竟 什麼 玩什麼花神呢 那都可以 告訴我 那好了 今次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對了 記得還有follow我 IG Facebook 還有miv 繼續每晚打 GBO2 可能有其他game 希望有 那下次見 拜拜